todd Hey!大家好歡迎回到S Ty Kart Adventure來 今天呢我們正式開始介紹 Ghislav Revenge of the Fallen裡 裡面的新的一個系列的玩具 就是Human Alliance系列 Human Alliance很多人簡稱為HA 在這邊呢我們就稱之為Haha系列 Haha系列剛開始出場呢 我們就以Bumblebee以及Sam Woodwicky 來做這個開場擺了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啊 若是把這個Human Alliance的車子 跟這個Sam擺在一起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這個人的尺寸呢 足足的好像小了一倍的感覺 讓人家覺得格格不入 所以呢我是認為說 如果把這個Sam Woodwicky呢 放到10款的這個Bumblebee的尺寸來做比較 甚至於這個A01的這個Convoy的這個尺寸來做比較的話呢 他們的尺寸呢才是比較屬於一致的 但是再回到這邊來說 它看起來呢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呢正確的高度來比的話 應該大概到這個高度才對 所以呢這是我個人認為說 這個人車系列Human Alliance系列裡面呢 這是唯一的一個缺點 但是缺到這個不說呢 我們就是來正式介紹一下這個新的一個系列了 那首先呢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這個Sam Woodwicky的一個造型吧 Sam Woodwicky的這個臉型呢 基本上嚴格來說呢可以算是也是算接近主角臉上所應該有的一些這個特徵跟這個造型 但是呢它的一個臉部的一個表情呢 讓人家感覺說它好像呆呆的 但是嚴格說起來它在電影裡面呢也是有一點呆呆的一個這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呢我倒是認為說這個造型呢可以說是非常的符合裡面 這個顎 怎麼回事 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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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個造型的 顎 還算不錯啦 所以這個是它整個的一個人型 手腕的地方是不能轉彎的 人在肩膀的地方呢 做打轉以及往上升 往下降 腳部的靈活度呢稍微的好一點點 所以呢如果以這個公仔來說的話呢 它頭皮癢的話呢 它抓不到 它抓不到自己的頭 非常的可憐 OK,所以呢,這個就是Sam Witwicky的一個短戰的一個介紹了 而現在呢,我們再回到這部車子上面來 如果說拿我現在所有的這個Bumblebee的車子來說呢 我們來做個比較一下 這個是2007年款的這個Ultimate Bumblebee 這個是Human Alliance的Bumblebee 這個呢,則是Deluxe Class的Bumblebee 這個呢,則是Legend Class的Bumblebee 還有沒有?要不要算它? OK,所以呢,嚴格說起來呢 Bumblebee的這個車子的這個造型呢 在這一段時間來呢,改變非常的多 我指的是變身的型態 而每一個款式都有它各個不同的變身過程 而甚至於包括這個Shoulder Cannon Bumblebee 也是一樣,雖然我沒有這一款的玩具 而也不打算去購買 但是就以這個車型的這個比例來說呢 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OK,非常的像一個尺寸一個尺寸一個尺寸縮下來的這樣子 OK,好,但不管今天的主角呢 只是我們哈哈的Bumblebee 所以呢,我們就把重點放在它身上 它的輪胎呢,還是這個塑膠的 並不是橡皮的 這個是有點可惜 以這個尺寸玩具來說的話 整體的造型來說呢 也非常非常的這個正點 但是呢,個人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埋怨 就是說,從後面這個排氣管下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腳尖呢 在下面突了出來 這個呢,我倒是希望說 當初設計的時候呢,可以把它給收收進去的話呢 看起來會讓車的造型更加的正點啦 OK,而大家也知道說 Humanize的這個特別地方呢 除了它附帶有人之外呢 它裡面也跟這個Alternator BinoTag 甚至於這個Alternator系列一樣 它有附帶的一個椅子在裡面 而在這邊呢,我就不把這個主角放到裡面去了 可惜的是裡面呢,雖然有椅子 但是就以個人的看法來說呢 它的這個裡面的設計呢 則是稍微的粗糙了一點 並沒有像其他系列這麼具有真實感在裡面 所以呢,這是Humanize的一個缺點 甚至於包括了這個 其他哈哈系列的這個Sideswipe 甚至於我還沒有買到的這個Skid 好,但不管如何 它呢,嚴格說起來還是算一個非常非常不錯 也非常正點的一個玩具的一個設計 這個呢,則是它現在非戰鬥式的一個形態 而它呢,也有一個戰鬥形式的一個面具 也就是只要從它頭頂部這個地方呢 這裡,彎下來之後呢 它頓時間就有一個戰鬥形式的一個這個面具在臉上 而同時呢,它右胸口這個胸罩呢 也彈了回去 所以很討厭這個這個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呢,它是有一個機前有兩張面孔的一個造型 個人認為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加分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再次把這個Sam Woodwicky呢 把它請出來,站在幫忙的旁邊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看到 呃,它在它旁邊的這個尺寸 而好像也非常接近電影裡面的一個一個角 呃,這個尺寸大小 而Bumblebee它有多大呢? 那如果是我們把汽油冠請出來的話呢 它有一個 將近一個半左右的一個高度 Bumblebee的手掌上面呢,它有一個扣子 而它可以扣在它的腳底下 所以呢,我們如果把它扣起來的話呢 是的,它可以讓它這樣站著 看起來非常的畸心 但是呢,同一時間呢,它也可以很穩的 橫站著,OK? 所以呢,有一個蜘蛛人所應該有一個黏力 非常非常的屌,OK? 而大家也知道說 這個Sam呢 胸罩又回去了 Sam呢,他可能可以在Bumblebee身上出現的地方非常多 比方說椅子啦,後面啦,或其他的砲的部位呢 這個呢,我就不再多做介紹 因為個人來說 不管你放在哪個位置 它看起來都非常非常的畸形 而它在後面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武器 也就是自殺式的一個武器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砲拿起來之後呢 你會感覺到說這個砲好像是 對著它後腦勺的地方 分分鐘很容易去射到自己的頭 所以呢,這個可以說是一個 稍微 多餘的一個武器啦 我是這麼認為的,OK? 但是去掉這些不講呢 它的關節活動性呢 則是非常非常的正經 該能夠動的地方都能動 而整體來說呢 一個架式呢 也絕對絕對的 值得讓我去認為說 它是一個 不會讓我後悔 花了錢去買的一個玩具 我們把這個肩膀稍微移一下 這樣子,OK?